民国28年,西元1939年9月,到民国31年,西元1942年1月,日军三年内发动三次长沙会战,乃是我国国军正面迎击日军,阻挡日军控制长江水域及约翰铁路,进而无法贯通我国南北的重要会战。 薛岳时任中华民国陆军第九战区司令,根据薛岳申前口述,整理出版《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》,书中所述三次长沙会战的整体战略,都是善用地形使日军难以使用重型武器,并引诱日军深入之后阻断归路。 民国28年,西元1939年,9月17日至10月8日,日军从湖北省向南进军,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。 他们就是等待日军经过之后,在初级日军侧翼,切断日军后勤补给,足可了解我国军,退守两侧丘陵,即可居高临下,监看日军向南行军,又能在日军主力离去后,拦截其补给部队,并阻断归路。 民国30年,西元1941年,9月到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,日军在突入长沙之后退却,国军随后收复长沙至原防线。 同年12月24日,第三次长沙会战,陆军各失旅,不阻止日军南下的进入,反倒是等待日军围困长沙,再切断其后援,直到攻打长沙的日军弹尽圆绝,欲退兵往北撤退之际,国军在大局犯攻北退的日军。 国民政府战而不宣,且国军屡遭击败而被迫退守的年代。 这三场长沙会战的获胜,适时告慰国军将士们,我国具有击败日军的战力,同时让日军无法迅速取得长沙,使得局势转为对日军不利的长期消耗战。